好 我们现在 打开圣经 或者你有这个讲义的话 但是你还是可以打开圣经到 这个《铁萨罗文家前书》第五章 然后我们会慢慢讲到 《路易家福音》21章 21章的25节跟26节 很高兴与你们在一起 父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 求你精神来服侍我们 我们要感谢你 感谢那个David Foglu 还有Chris 还有Dalton 他们这些敬拜团敬拜主理 他们是非常属神的敬拜者 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 主我们求你精神来对我们说话 来服侍我们的心 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灵的一个加增 让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更加来认识你 我们有更多的信心 我们有更多的清澈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要对你说一些话 这个是我在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在同工会议的时候 我所说的 但是我先要来给你们一个情况 因为我要讲的是 因为我觉得教会 做的一些事情的情况 还比我们的同工做得好 这是哪一个地方是这样子呢 我发觉到当我们讲到末世信息的时候 我们iHub所传讲 还有我们先风教会所能讲的末世信息 我发现这个在讲末世信息的时候 人们呢如果觉得在传讲 这个末世信息与他更接近 对这些老师或者是这个末世 更接近的时候呢 其实对他们是不是一个好处 因为我们以为 我们以与这个传讲信息的人 更接近的时候 我们以为说我们就了解了这个讯息 其实这一点呢 其实是不如整个在这个教会的群体 来追求末世信息的实际的 我发觉同工们呢 这样子情况呢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再来末世 还有以色列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比我们的同工呢 更追求 我并不是太责备我们的同工 而是呢这个就是一个意外的事情 因为呢就是过分的熟悉的时候 我们反而忽视了这个信息 那么那天晚上呢 有一对夫妇告诉我 说我们在这个家乡的教会呢 我们呢会教导年轻人 教导这个大学生 有的时候呢一个礼拜很多次 但是自从我们搬来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这样做了 我们大概每年呢 就是有两在这个二十二年当中 有这个两万两千人进入我们的同工群 或者是是我们的实习生等等 但是他们离开了之后呢 他们呢现在已经成为他们教会里面的领导 或者是这个传道人等等 他们呢对我说的时候 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同样的事情 但是当我与他们开会的时候 遇见的时候 他们大多大多还有大部分的人都说什么呢 他们都说 说当我还在IHOP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真正的学习 或者是认为看中了这个漠视信息的价值 直到我离开 那我离开了以后呢 我才了解到说这个我必须要学习的 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说我真的是很喜欢IHOP 我也很珍惜我们的友情 但是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必须要学这个漠视的讯息 而且他们现在有一个紧急性 但是他们在当时在这里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这样子的紧急性 他们觉得说他们在这里 他们离Mike很近 或者离传讲讯息的人很近的时候 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已经得着了 所以他们有问题的时候 我可以去发电邮给David Slicker 让他来告诉我 所以我们他们不需要准备好 有这样的一个答案 但是当压力增加的时候 我们应该这个答案呢 应该要自然的在我们心中涌现才对 以前我们 我们现在还是很好的 还是朋友的这个同工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发现 不只是同工了 而且就是牧师啊 传导人等等 他们都问我们说 这是你们所学习的漠视信心 这也是我们现在要来学习的 但是他们不了解 他们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建议 他们呢 他们所说的呢 就是说我真高兴IHOP 他在传讲了这个漠视的信息 我非常欣赏他们这样做 那么你们有很多人呢 也说了大概同样的话 弟兄啊 真是感谢你 真是感谢你教导这些漠视信息 我非常的欣赏你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要大胆地提出来 我发觉到说 我欣赏你 只是一个非常友善的 一个美国中西部的一个说法 意思就是说 他们对这个讯息 对他们个人没关系 或者是他们个人不重视 所以呢 我很欣赏是你做的 我也很感谢 是你传讲的 我非常高兴 神把我带到这里 我学习了与神亲密的关系 这个是我的核心学习 所以呢 我就画了一条线 那么这个是我的土地 我个人的这个土地呢 我就想 为什么神要把我带到这里呢 就是我在学习祷告的 我在学习与神的亲密关系 然后呢 还有一点点有关以色列的信息 这不一定是这样子 那个末世的信息呢 跟我无关 不是属于我的 所以呢 我非常感谢 是你在做 我非常的欣赏 是你在做 我这样讲不是恶意的 但是 如果是 1937年 有人这样讲说 哇 你对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事情啊 你的传讲非常好 那我一点都不感觉 不感谢说 你对我传讲的讯息 是什么样的 欣赏 对不对 因为在过几年之后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 是多么的可怕呢 所以你当时 对我传讲二次信息的 二次世界大战的信息呢 你觉得很欣赏 我很感谢 跟这个事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 但是呢 你这样讲的话 就让 你 让你自己呢 忽视了这个圣经 对一个非常 对这个世代非常重要信息 你就忽视了它 其实你是有一个机会 能够深深的去追求的 但是呢 你就让它属灵化了 你就认为说 这个自己不需要去学习 这个是不足的 你们现在想一想 想想到牧师 还有各种运动的这个领导 我们就想想我们自己好了 我们现在在一个 这个整个 这个全球危机的一个 就像一个疫情这样子的事情的 一个尾端了 所以但是我们讲到 末世的时候呢 大家里面还是有一点拒绝 就想说我们可不可以讲一些 比较实际的事情 跟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呢 你说我们这个疫情呢 到处都是充斥了 然后这个在北美洲的那个压力 还有在欧洲 还有在亚洲所发生的事情呢 都是这个全球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末世呢 为什么又在讲这个末世 其实我告诉你 就是这个时机应该要来学习末世 你想想想看 尤其是牧师们 那你的子民呢 来到你的这个会众来问你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也没有受到装备 对这些文化上面所发生的事情 他们没有办法情境化 那么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不同 跟与他们所经过的任何的时间都不同 那么他们问牧师 在圣经里面对这件事情 有没有什么解释呢 就像目前为止呢 都是在这个文化 还有在这个媒体 这个社交媒体当中 所传讲有关于这些事情 然后牧师有什么好说的呢 牧师他在了解 现在我好像没有什么回答 也不是说他们不认识 不知道这个圣经 也不是说他们不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这个答案 他们是非常好的教师 他们也非常的有技巧 不是说他们不能够来回答这个人的问题 而是他们了解到他们没有这个历史 也没有的祷告呢 也没有这种这个权柄 以先知性的话语来回答 来来这个处理人们的恐惧 所以我希望等我今天讲到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好像你认为说 你来参加参加一个这个学习以后 你就可以回答一些困难的问题 这不是我经常要讲的 我经常讲说也许你有圣经性的回答 但是呢 你要用这个回答来去帮助人们 这个呢 因为在圣经里面的学习 在祷告 还有这个长时间的这个 进入在这个有关的信息当中 所产生的一种先知性的这个见解 当我们以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来向人们说话的时候 这个告诉人们在这个时刻 神的心 神的心意 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的心跟神的旨意 现在就是要兴起一群先知性的人们 我讲的先知性的人们 不是说像先知说 哦 主这样说 也不是在讲的说知识性的言语或者是医治 而是说这群先知性的人们 他们在分享与末世有关的圣经所说的这个故事 有关于耶稣基督再来 有关于以色列的救恩 他们要在全球 这个与这个耶稣基督 成立一个同工 要在 以这个面对 敌人 他的这个计划 并且能够解释 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君王 新郎神跟审判官 这样子的讯息 那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朋友 家人 还有我们的邻社 当他们在 这个压力当中的时候 能够帮助他们 来面对 这些 提供一个答案 来帮助他们面对 这个压力 那么先知性的人们呢 他们所知道的是远大于我们现在 现在的 这个社会的一些新闻 和一个讯息 有的人 有的时候 告诉我说 我 我希望你啊 能够 能够呢 就是要有一个战边 不论是政治上 或文化上 有一个战边 所以意思就是 他们邀请我来 加入他们的一边 你们 你能够想象说 你想象说呢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没有办法来这个传讲 这个比较严肃的这个信息呢 不是的 我心里是有一个立场的 但是呢 我不是要成为先知性 我不要成为一个现实 这个事件的一个反应 那么你认为说 不论是你在这个自由派 或者是你在这个保守派 你要我去选一 选一边来参加吗 他们每一派都在说话 他们不需要我的声音 但是你成为要进入 不论是这个自由派 或者是这个保守派的声音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就成为他们所说的一样的声音 我要 我要就是稳定和缓慢的前进 我知道我要说出来的事情 不是别人所说的 我不要讲这个邪恶的人 现在在做什么 或者是邪恶政府 现在在做什么 我也不要讲说 我们因为这些政府 还有这些文化的事情呢 我们可能会这个书 我不要讲 什么都不要讲 我要讲的是 神现在在说什么 我要讲 贤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或者我要讲 神他将来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越多的来说神 我们越来越多的来说 神要做和现在要做的事情 那么这个畏惧恐惧就会走开 平安就会进来 那么不论我们现在文化里面 他们所传讲的是什么 我们都有一个深深的希望 成为我们的喜乐 成为我们的毛 我们有的是喜乐 而不是恐惧 当每一个人 其他人都在焦虑的时候 我们心里非常非常的安定 我们知道未来是什么 恐惧是什么 恐惧就是他们存在 在一种不安定当中 一点答案都没有 尤其是有关于我们的财务 或者是我们的儿女 这个是没有人愿意承认的事情 但是当影响到你的财务的时候 你如果不相信 你能够过得去的话 你一定会害怕 你知道当这个恐惧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不合理 我必须要 要建议你一件事情 这是我个人私人的一个意见 你知道 在创世纪第二章 我们知道在伊丁园一两棵树 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 亚当萨娃 他们吃了这个芝士树上面的果子 所以人类第一次他发现了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就是他自己能够决定 不需要求神的意见 我意思就是说 没有神 我可以分辨善恶 如果说你这样决定的话 那你就是 那其实就是邪恶 但是在邪恶的反面呢 也是有一些好的 你想想看 现在人们所讲的 不论是这个自由派 他们说 说这个 这个物质主义 是邪恶的 但是保守派说是好的 然后呢 这个保守派要说 现在学校里面所教的是邪恶的 但是自由派说呢 这个是好的 为什么他们不停止的这个争论呢 为什么没有办法停止 因为都是好的 也都有好跟坏 就是从知识书上面的果子 造成了偶像 如果你要成为 很大的先知性的人们 你如果要加入 是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圣经所说的 你必须要吃生命书上的果子 必须要在你所对话的人的里面 他们的心里要产生生命 而不是你跟人们所说了以后 那些人感觉非常的焦虑 现在天父他现在寻求一群人 他们要来传讲神的琐事 他们要来讲神 有关于神的事情 还有神要做的事情 是跟神的个性 还有这个有关的 所以这会带来生命 所以我们要进入这个 而不是在学习 有关于末世的一个时间线 什么时候 这个七晚会发生 这个七号七印会发生 我不是要给你一个日期 而是我要从神的话语里面 按照圣灵的力量 与神的心相连 给你一个生命 所以末世的这个主题 是要联系到 让我们在末世的这个情景之下 来发掘神 他的琐事 并且呢 让神在这一群人当中运行 来表现出他的琐事 末世就是提供了一个背景 这个是一个全球的混乱的时候 要这个迫害的大家争 在这个背景里面 来讲神 他的琐事 来显示出神的这个彰显 所以在那个时刻的时候 先知之间的人们 他们会非常自信的 从喜乐和自信当中呢 向那些失丧的人 来传讲神 来代表他的温柔谦卑 来代表他的慷慨 当所有的事情呢 被你生命中所有的事情呢 被这个恐惧所抓住的时候 他就是偷窃你的能力 让你不能够完全这个舍己的 把自己交给耶稣 那么你就不能够来传讲他 并且恐惧让你想要自我保护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么在与默示信息的 因为我们跟默示信息 传讲的人是这么的接近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 我们心里甚至是不相信默示信息的 然后我在读的时候 是不是在起书第九章啊 是不是讲到那个 邪灵蝗虫这些事情呢 你就觉得很混乱 那我们并没有让这个 给神时间呢 让这个我们所学习的默示信息 好好在我们的里面被对付 所以呢 我们进入压力的时候 压力就是会暴露 我们里面对这种讯息的这个抵抗 除非我们花时间 在把这些事情呢 带到祷告里面 所以我们自己里面对恐惧才会产生一个答案 并且对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孩子 对我们的孙辈 都要都会有一个一个答案 因为我们已经对付过恐惧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信息来帮助别人 那么如果说我们还在观察 我们这个国家里面不同的这个尊论 我们会对我们讲 对我们自己讲说 这个真理对充满恐惧的人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们想说这些人就是不合理 他们就是要合理 他们就是要有逻辑 他们就是现在是盲目的 他们怎么没有看到这一点呢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恐惧所造成的 你想想看 当你的孩子在这个危险之下的时候 你绝对不是一个在世上非常想的合理 而且是很有逻辑的人 对不对 当你想到那个孩子会在危险当中 会在极难当中的话 你该怎么 你会不会很合理的想 很安静的想呢 你一定会发疯 对啊 你不会说 这个事情发生我们好好地来想一想 我们该怎么做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没有预备好的新的一个天性 因为你你首先呢 已经没有储备了这些资讯 来对待在你面前发生的危机 那么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的人 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 因为你已经听到了这个讯息的传讲 甚至呢你走到前面接受了这个服饰 但是你不能够以赛亚书不能够就是用红吸作用来进入到你的心里面 对不对 你必须要花时间 你必须要自己去祷告 所以我建议你 那么别人的自信呢 不是你的自信 所以你一定要不满足别人的自信 你要自己去寻求 神不是把你带到自己 带到这里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分享 毕麦克的讲义等等 人家问说 这是什么讲义啊 你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些讲义 非常重要 那么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就读吧 读了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 你们刚刚说阿门 我希望说你不是说说阿门 是因为你是这样做的人 因为我真的是要唤醒你们 有这个需要 我们看帖子罗文家前书一到六节 这个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 不用写信给你们 意思就是说保罗他 保罗所说的呢 比我的更严肃 意思是保罗跟他讲说 这应该是对你们来讲 是已经知道了 你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再问了 因为你们自己啊 已经明明晓得了 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呢 灾祸突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这个妇人呢 她不知道她的这个产痛 什么时候会发生 那么突然间 马上你就要去 赶快冲到这个医院去待产了 他们绝不能逃脱 但是你们 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我们在每一个网上的朋友 你们弟兄们 却不在黑暗里 像那日临到你们 像贼一样 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 是晚上 像贼一来 是对他们来说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 应该是不是 是那么样 突然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在黑暗当中的 你们是光明之子 都是白昼之子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 也不是属幽暗的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 像别人一样 总要警醒 警守 我们要清醒 我们要注意 注意什么呢 注意 实施吗 新闻吗 不是 我们要注意 并且警醒 我们的父在做什么 我们要来观察 圣灵在强调什么 我们要来学习 神 他所写下的末世故事 是什么 我们要注意的是 父 这个就是儿女所做的 该怎么做呢 你要注意父 父在做什么 我们不需要被卷入 我们文化的一些对话当中 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权 我们 我们的特权呢 就是我们不像那些在黑暗里面 在睡觉里面的人 那些 但是那些睡觉的人 在黑暗的人呢 他们现在是带领的一个全球的文化 我们就变成在接受的那一方了 接受他们的对话 接受他们的故事说法 因为他们呢 有好多好多的研究 所以我们相信他们 不是的 因为 我必须要 要问你 我不是很恶意的 我现在是一个很关心你的弟兄 来问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花 你花在读以赛亚书的时间呢 是不是少于你去研究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疫苗的时间呢 我不是告诉你说 不要去做研究 我也不是告诉你说 一定要做我所做的 而是我告诉你 以赛亚书 阿摩斯书 使徒行传和启示录 里面有很 里面呢 有神的故事叙述 但是如果你花更多的时间 在这个文化当中 那么你就没有行使光明之子的特权了 你能够直接进入到神的心中呢 神你的父 也要向你讲 有关于这些的事情 所以我们跟别人讲说 有关于这个政府怎么样 有关于那个人怎么样 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太多了 我们都没有听我们的父要对我们说什么 这个好像说我们是要拒绝我们自己的特权一样 我们把自己呢 从这个故事中呢 给取消了 我们发现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呢 我们可以把它属灵化 我们可以说 也可以自己专注在自己的身上 我不像他一样是这么好的学生或者是老师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耶稣基督在来之前 神所拣选的就是你和我 这个 马太福音24章十字节 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呢 在耶稣基督在来之前呢 要传遍世界 并不是从世界 不是从教会的讲台所出来的 而是从朋友 从邻居 在你的客厅里面 因为人们问了你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刻 这个圣灵 使用你像先知一样 我说的先知 不是说你是一个大先知 像圣灵里的先知 而是说 圣灵要利用你 使用你 传讲了出神的讯息给他们 这个 这个 这个天父呢 他要充满世界呢 是经过你的客厅的 你不要啊 你不要把自己锁定在一个教会的 这个讲台上面讯息的一个形态 而忽视了你自己家里的客厅 你朋友的这个对话当中 这些先知性的人们呢 他们发现 他们能够来安定 自己心里面的恐惧 还有焦虑 然后真真诚的来面对自己的一个情况 经过挣扎之后呢 按照这个圣灵的引导 还有神的话语 然后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里面就有光 我们里面就有生命 所以在那一天 我们有光 还有生命呢 传递给别人 当你的孩子 还有你的孙子 他们要知道神的故事是什么 我们这个世界的走向是什么 但是你 透过你所传讲的讯息呢 我知道 在那个时 那个时代可能是你的孩子 或者你的孙辈 或者你那时候你已经很老了 那个 岁月很大的时候 那个是主在来的那个世代当中 我们不知道 但是 那个时候 你真正知道 神末世的讯息和故事是什么 你就可以来回答他们 你将会欢迎他们来问你 在你的 你的孙辈 或者你的子辈的时候 你现在呢 讲的是你的对象 你传讲的对象 也许是上百名的 施工领导 或者是牧生的呢 但是你的孩子 跟你的孙子呢 可能是跟上千百万的人来传讲 为什么呢 你有什么相信呢 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因为我相信 我现在 我相信所说的 不是我是一个会说话的人 而是我在圣经里面找到这个经节 他们指向 我们未来的一个世代的样子 所以 我们必须要确定 我们能够来代表耶稣基督 我现在告诉你们三个 这个神可以借着来帮助我们的故事线 第一个故事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列国对教会的愤怒 教会需要 在约尔书二章所传讲的 就是会有一个圣灵的大教官 还有这个神大能的释放 如果你知道这个威尔斯 这个第一 威尔斯大复兴 第一第二次的大觉醒 还有亚素莎街的这个复兴 使徒行传第二章 还有以弗所书 以弗所叫城市的这个大复兴 你就知道 就是因为神的圣灵降下来 他的大能来碰触了那个区域 是非常戏剧性的 那么你现在想 当神在那些区域 在历史 教会历史上所触摸的那些区域呢 他将在同时来 影响到全球的每一个地方 你想想看 如果你那时候在耶路撒冷 他在 不论是在整个大 在那些大复兴 或者是在耶路撒冷 他倾倒了他的圣灵的时候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到 到英国的伦敦 不论是你是到这个肯德基 肯塔基州 你不论到什么地方 你可以 以前的大复兴 你可以走到 其他没有大复兴的地方 因为你不喜欢大复兴 但是当约尔说 二章的大复兴发生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 他们 不论是老年人 所有地方的老年人都做阴梦 所有地方的儿女都建议一下 那么你不论你要去到哪里 人们都会告诉你 有关你 你不喜欢的阴梦 或者是有关你 你不喜欢神所说的 没有 你没有地方能够逃脱的 那么将 之后又要发生什么事呢 然后就会发生的是撒旦对以色列的愤怒 你相信 神 在那个日子 是真的 这个 神国的福音 要充满全世界 这个国度呢 其实是以色列为中心的信息 因为耶稣是一位犹太人 他是神的儿子 他要来到耶路撒冷 以耶路撒冷为基地 来统管全世界 神 二次再来的神 在以色列统治 耶路撒冷统治全球的神 是犹太人 你必须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现在在震动人们的是什么呢 他是拿撒勒的耶稣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会在耶路撒冷来统治你现在所在的国家 我们还要回去再讲疫苗的事吗 当圣灵的倾导 与这个 讲到的这个末世信息 约尔书三章一节告诉我们的 就是说很多很多人都要来到一个断定谷 因为圣灵的带领 这个使徒信的这支传讲 一定会将人们推进做一个这个选择 你知道有一个恩高的这个传讲 你怎么知道他是有恩高的因为他能够逼迫你做一个决定 这个是我们不喜欢的一个讲道 我们喜欢的讲道呢是让你觉得舒服的讲道 但是有恩高的讲道呢 却把你逼到一个地方 你非要做一个选择不可 这个有恩高的这个讲道 伴随着神迹奇事 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这个 让这个所有的世上的列国呢 逼他们一定要做一个选择 他们是不是要选择一个新王神 君王跟审派官的犹太人的耶稣 来在耶路撒冷来统治全国呢 那么每一个人 每一个大人小孩都不需要选择 他们是要效忠羔羊以色列 还是他们要选择去攻击以色列 这个是先知们所说的 这只有两个选择 所以他们来到了断定谷 他们必须要选择 你们将来所要做的事情 当然想说 这个是耶稣嘛 我们在讲的呢 还要讲到 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这个日月星辰的这个意诏 当然有日月星辰的意诏 人们一定会悔改的 他们怎么会不会悔改的 但是这个在启示录的十二章的这个魔鬼 他撒旦 他知道说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所以他就愤愤的来到这个世上呢 要逼迫以色列 还有神其他的儿女 这个是一个撒旦的一个计划 他要留在这个世上 因为他要消灭这个神 对以色列的一个应许 那么在启示录十六章 有一个全球的一个迷惑 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加入魔鬼的作为 因为魔鬼他要来欺骗世上的人 那么在这个 这个断定谷里面 做选择的时候 你会充满了这个邪灵的一个迷惑 约尔说二章这个圣灵的倾倒 能够赢得人们悔改的心 这个是呢 要因为那个教会的一个合一 教会的一个谦卑 教会的一个温柔 还有教会的这个恩高 还有教会的一个毫无瑕疵的成熟 充满了耶稣的爱 来彰显他的所示 这样子的一个教会 就能够与这个邪恶黑暗 还有这个对以色列的这个压迫成为对比 那么再来就是神对恶人的审判 我们在此时的一个邀请 就是要开始来了解 并且呢 与神 神的旨意 与神的心意对齐 最终呢 要来尽心尽力的来爱神 完全同意神他的审判 这个就是我们在决定谷里面的选择 并且我要告诉你 这个恐惧冒犯情欲和迷惑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是我们每一个灵魂都必须要去挣扎过的 这些这四个这个问题 都是神的知识的问题 因为这个恐惧呢 就是害怕神他不会供应 不会帮助我们 冒犯呢 也是控告神 那么情欲呢 是也是控告神 他说我不要神所要的 我要的是我自己所要的 迷惑也是对神的一个控告 我要这样子的真理 我不要那样子的真理 那么神让这个末世教会有力量的原因呢 还有神来让你像你我一样的人 给我们能力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当这个压力 这个恐惧 当冒犯 情欲跟迷惑的时候呢 就是你要把自己交出来 神要透过你让别人来看到他 这不是说你成为以赛亚书的专家 而是说你对一些亚书的这个信息的这个饥渴 你能够来遇见神 但是呢 很多人呢 将自己从这样子的故事当中取消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把自己看低 有关于这个末世的信息呢 你认为你在里面呢 是一个恐惧 你说这个信息很难去学 你把这个不相信放在你的里面 你认为说 神他没有那么 他的恩典不够大 不能够带你进入他末世信息的这个故事当中 主在但一里十一章三十三节说 我要这个兴起的是智慧人 他们能够教导很多的人 这个智慧人 你们想想看 说主把我带来这个教会 或者把我带到IHOP这个事工里面 我就是好喜欢这里的人 我也喜欢的这个祷告 但是呢 这个末世信息呢 不是我要学的 主说 你有没有问过我 我为什么要带你来这里 你有没有想过 在你的灵魂里面 你有一个争议 告诉自己说 这个你学不出来 你不会学 你有没有来求问我 让我能够帮助你来达到这个目的 这个圣灵放在 我将圣灵放在里面 他能够是远大于 他的能力是远大于你的不幸的 你的恐惧的 因为耶利米二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 他到末世的时候 你是全然明白 但是 所以我会让你全然明白 但是你认为说 你自己不会学 你自己学不懂的话 你其实是把我取消了 你是不相信我 因为你自己 看你自己的眼光 完全不是与我 看你的眼光对齐的 我对你在这个时刻 是有一个旨意的 我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 是有一个用意的 我给你一个讯息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不明白的 你是没有智慧的 但是 我所不需要的呢 是你好会与人沟通 或是你有很好的恩赐跟天赋 我所需要的就是你愿意来跟随我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要成你 我要将你成为智慧人 你会全然明白我末世的心意 我还要再做一个祭坛的护照 这有关于这个护照呢 你不需要来到前面 我有很多人啊 来找我 就像尼格迪姆一样 他说 上次啊 你对那个祭坛护照 我是应该要走上前的 但是呢 我没有 这个不是 不是说要来这个 审判你 你的顺服或不顺服 最重要的而是说 你听了这个信息了之后 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 造成任何的影响 你的心有没有对他 做一个回应 所以现在呢 你不要假设说 你已经知道了 或是你已经了解了 事实上 我觉得还是安全一点 你应该假设 你不知道 你不明白 你没有参与 亲爱的 我们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所以 我要邀请你 如果你对 要对神 有一个有关于 这件事情的计划 主 我觉得 我不够格 我也把这个 末世的信息呢 放在一边 因为我不愿意 我心里有抵抗 但是主 我要请你来帮助 我真的要来学习这些事情 我要深刻的去学习 你知道我很忙 我有压力 我现在身上就有很多的压力 那么我现在呢 要来 委身 我还要更深的来学习 你圣经里面的话语的时候 你就觉得 你自己有一点压抑了 你觉得 你现在正在挣扎 你知道吗 主要与你一起的挣扎 所以我邀请你来到前面 你说主啊 我就 把自己放在你的面前 我不要在 我不要取消我自己 我不要在 对在未来的计划当中 取消我自己 我也不要 把这件事情呢 交给别人来做 我要真正的来认识你 我要比我认识 这个 我最喜欢的新闻 来更加认识你 我要 比 我最喜欢的 这个阴谋论 来更加的认识你 当然了 你有身体 医治的需要 或者你是困难的地方 你希望人们来为你 祷告 我们也要为你祷告 主帮助我们 对我们说话 来服侍我们 不是我们对自己的自信 我们自己有能力 可以学习这些事情 也不是对我们自己 能够学习的能力 有自信 也不是对我们 能够传讲 或者是沟通的能力 有自信 我们的自信是你 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我们要 我们的生命 不要有后悔 是因为 靠你的恩典 不是靠我们的力量 不是靠人的力量 而是靠着圣灵 今天早上 我们求你 神帮助我们 圣灵帮助我们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的中文翻译 就到此结束 神祝福每一位